施总 客户那边已经安排好了 我们这么周走 今天行程改变 我另有安排 改变行程 可是之前的还没取消呢 表哥 放轻松 别一天到晚 衣服天要塌下来的样子 笑语 笑语哥 对吧 我告诉你啊 这人哪 就要明确分工 有人赚钱 有人就得做恋爱引动机 有赚有花 这才符合大自然的规律 那有什么事要我帮你吗 大哥 我去约会啊 你帮我 不是 行了 没什么事 我走了 老板这事怎么了 老板这是怎么了 听说 他昨天和郑小姐和好了 应该是和郑小姐约会去了吧 是吗 这是好事 得让姨妈知道 走 看上去 老板 老板 你现在在哪里 我现在马上就去公司找你 等我啊 老板不是和郑小姐约会去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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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不是 虽然不是 好烦啊 肯定是个女的吧 其实 是我的初恋 三年前我家里发生了一场变故 然后我们就分手了 之后我已是没联系 我也不知道他最近怎么了 总是找机会要跟我复合 那 你会跟他复合吗 你喜不希望我跟他复合 好了 好了 我的好笨蛋 你还不知道我心里只有一个人啊 那就是你喽 嗯 接吧 喂 什么 哪儿啊 行 那我马上过去 聪明啊 实在不好意思 他跟我说他出车祸了 人命关天 赶紧去啊 但是现在这个点 高峰期肯定堵车 我有办法 喂 老方 我要发一个极箭 极箭 我去 兄弟啊 我只能给你搜到这儿的 后面这块区域啊 不归我了 你就跟着我这兄弟走 他保证给你搜到地儿 慢点啊 大哥 这车 跌码了 你没事吧 哪受伤了 脚 脚啊 脚我就不看了 这么着我告诉你啊 你没受伤就不要骗我过来 走了 迟梦你别走 你干吗呀 我告诉你 自己崴的脚含着泪 也要给我 走回去 我知道你是在乎我的 你为什么都不承认呢 你说我在乎你 对啊 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你在陈北 现在是晚高峰 车话一定很糟糕 而你却在半个小时内赶过来 你还说你不在乎我 你非要逼我把话说得清楚呢 好 我告诉你啊 本来呢 今天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告白 我呢做事不喜欢吞泥带水 在新的感情出现之前 我一定要处理掉旧的感情垃圾 现在新的感情出现了 所以我当然是要来处理旧的 还有啊 我告诉你 我不喜欢自作聪明的女人 懂吗 你上次怎么说的 你上次怎么说的 对不起 郑小姐 是我错了 是我被那个好聪明给迷惑了 不过现在可以确定的是 照片上那个女人的背影 的确是梅克兰梅的好聪明 这世上最恶心的事情 是前男友找了个处处不如你的谢女友 我 开车 是 天菜 天菜 你怎么还没有回来啊 也不知道你和前女友的事处理得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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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全女友的事处理得怎么样了 我想 我已经处理好那些感情垃圾了 我要跟你在一起 郑聪明 你听到了吗 我现在就要跟你在一起 喂 聪明 你怎么关机了 果然 前女友是不可战胜的 喂 我的行李呢 你不是打电话说在你这儿吗 你喝酒吧 你喝酒吧 根据女佣雇佣合约 你不能喝这么多酒 看样子 你做个女佣 都不是个合格的女佣 你 感谢观看